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赫鲁晓夫的退休也跟他大肆宣扬种植玉米有着间接的关系 退休后的他没有平日里繁忙的工作 留给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如何打发时间 赫鲁晓夫刚搬进别墅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道 人们已经不需要他了 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而如今人们没有了他照样生活得很好 甚至比没有他的时候还要好 不知不觉间赫鲁晓夫的两个眼睛湿润了 他流下了眼泪 1965年以后他才慢慢适应了这种退休生活 除了一开始的这次落泪外 赫鲁晓夫还曾流过一次眼泪 那是他在家中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一名侍卫 胸前佩戴着一枚很独特的徽章 侍卫说 这枚徽章是为了纪念魏国战争胜利25周年 每个参加过战争的士官都发了一枚 赫鲁晓夫听完后先是沉默了许久 很快他的眼泪喷涌而出 因为他知道 人们已经彻彻底底把他遗忘了 这一枚徽章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赫鲁晓夫退休后的这两次落泪 都说明了他希望在人们心中 能有一个专属于他的位置 他希望人们能够记得他 然而人们记住的偏偏不是他这个人 而是他种植玉米给大家带来的不幸